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去13202-20,58-59 圆神,5.0纳塔全宝箱 加火神童,加全热物,加陶侠,加全成就 加探索度100%,加传送点 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主仪庙宇,右上方这个传送点 然后传送之后 往南方向,地图下方,往前走 所以旁边前方这个坡 然后往前 前方这个伟栏这里有一个宝箱 这里 在几个 这个木墙这里是有几个按钮 我们先走在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是第一处 好,然后西坡地图左边 这是第二处 然后是我们右手边,这里是最后一处 好,按照这个税励,起火之后 然后宝箱 看完马上之后,我们再 走在东方向,地图右边 往前走 再起完这里有一个狐狸魔仙,附身 然后再转向东方向,地图右边 空中这里有个钩子 这里一路往前钩 再起完之后,空中这里有个挑战 自己勾上来,开启这个挑战 然后这里四周设有这个牌子啊 我们这里勾一个牌子 攻击一下,然后再勾 再攻击 把这些所有牌子全部打掉 好,这样就可以完成这个挑战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我们再转向这个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这里我们来到这个悬崖边 好,然后转向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 往前勾 再前往这个海滩上这里有一个海骨 这里我们绕过来 好,在这里底下有一个镇守 青王冠 然后宝箱 然后这里再重新这个附阻 然后往这个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 这里往前勾 再前往这个大石块的背后 有一个火神通 好,捡起了之后我们这里 来到左上方,这个 上一匹开启的这个传创碟 然后朝着这个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在这里有一个镇守 先玩过来,来开启这个宝箱 宝箱 然后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往前走 在前往这个障碟边有一个限时挑战 这里开启 好,这里我们回头 变成这个狐狸 好,然后这里 顺着这个钩子先对准吧 对准为例,再勾 勾两下 好,来,拿到这个宝箱 然后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往前走 这里我们下到远处 在远处这里有几个方碑啊 这就是有点亮顺序的 所以先下了 所以先切这个人形态 然后拿出这个火系绝萨 好,我们在这个宝箱这里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是第一处 好,然后是我们这个西方向,地图左边 好,然后是我们这个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好,按顺序,等一下之后拿宝箱 先卡几时 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自己往前走 好,比赛吧 再抢到这个废墟处这里有一个 史韩姆,自己打一下 好,然后会出现几只 好,全部顺序,之后拿宝箱 然后我们钻向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这里来到这个匈牙边 往前飞着潮色水 接着我们要落到最下方这一层了 这个最底下有一个正手 好,这里我们跳下来,清一下怪 清王怪,来拿宝箱 不须死去 然后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这里我们飞过去 在对岸这里有一棵树 树的左边这里有一个印子 这里变狐狸 然后这里剪一下这个树底下这个炸弹 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 在这个墙边上 有个裂纹,这里炸一下 好,照之后有一个宝箱 然后开启之后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里来到这个瀑布底下 这里我们要切换这个蜥蜴 然后水面上这里有个波纹 然后这个波纹这里跳一下 好,然后朝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往前走 前往这个海岸上有一个秋雀人的正手 清王怪,然后宝箱 然后这里继续附走这个溪,使得出洞 然后朝这个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 这里水上,水面上应该会开一些 好,沿着海岸左啊 在前往这里 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奇怪的怪 奇怪的球 我加到这个球这里 在这个西南方向,地图的左下方 也继续往前 在前往这个木板位置有一个 这个石盒子 然后这个石盒子之后啊 我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往前走 在前往这个海岸上有一个正手 过来清香 清王怪,然后宝箱 然后这里重新附走 然后再往南方向 然后朝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地图右到对面这个小岛上 那前往这个小岛上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气泡啊 那这里是一个挑战 好,那这里开设调案之前 先说一下 这调案要求比较高啊 要达到7000分 这里大家尽量不要失误啊 呃,这里一共有两个牌子 有大有小啊 小的话就直接减就可以了 稍微大一点的 你得用那个攻击冲刺 好,然后包括那个圆环 圆环大家每个圆环都要穿啊 不然它的分绝对不够啊 那像这种小的 小的直接减就行了 然后大的穿 这里攻击 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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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穿圈 然后再注意到它这个陷阱 好,冲刺 好,这一穿圈 穿 穿 穿 几跳穿 好,这里差不多啊 刚要契钱多一点点 反大欲过是只接收了一个吧 就多试一下 多试一下 这个 这个条件怎么说呢 比之前都要硬坚了 好,来开启这两个宝箱 然后这个把握桌啊 这里回头 重新附着到这个蜥蜴身上 然后朝着这个西南方向 地图的左下方 这里也过去 然后对岸 在喜欢这个海滩上 这里是有一个火神铜 好,剪刀座 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喜欢这里有一个 正熟的宝箱 好,然后把握桌啊 在喜欢这里有一个牌子 这里撞一下 撞到之后我们再切换一下 按整这个湖里 然后 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这里勾一下 打一下 勾 再打 好,就可以完成这个解名 拿到宝箱 然后我们抓一下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这里稍微 提高一点 然后 跳一下 代勾 好,拿到对岸 在这里有个限时挑战 在这里有一个 传送点 然后这里 有个风扇啊 这风扇我们点击关闭 好,然后旁边有个挑战 这里开启 好,开启座 我们从南方向抬头 这里勾一下 然后这里左转 勾到这个血压上 这里关闭这个风扇 然后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往前勾 这里关闭这个 好,然后这里继续往前 这里继续关闭 好,然后会出现这个符文 我们这里 触碰 好,这里墙上一共是有四处打 分别对应四个挑战 好,这里是第一个 我拿到宝箱 然后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沿路返回 这里我们要来到 前方这一个小岛砂 好,这里我们 跳过去 好,这里开启条之前 先变这个吸引 然后这里大家尽量就是 要躲,规避这个伤害 如果你被镰刀 会控到死 好吧,这里速度要快一点 可以一直冲刺 冲刺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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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到过去 关闭这个缝纱 你看,这里也被控很危险 它这个频率 比之前都要高 好,然后紧接着 东方向 低腿路边 这也有道对爱 那其他这个木板 这里有一个 石盒子 这里剪刀之后 我们赶紧往左转 从这个小楼 这里到过去 因为这边有缝纱 我们过不去 好,这是第一个缝纱 然后继续往前 来,关闭另一个 好,出现第二个这个符纹 这里触碰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个水面上 这里也会出现这个 波纹 我们这里跳一下 然后朝着北方向地图上防 这里 没有跳好 跳 攻击冲刺 好,上来 然后我们再往北方向地图上防 往前 好,前面这个海滩上有个限时挑战 这里先切换一下这个 切换成这个地龙 然后这里开启这个挑战 好,这里我们躲到这个挡板背后 等这个风扇 它攻击完 然后跑到另外一块 就是挡板处 好,这盾地 这里走过去 关闭一下 然后出现这个虫洞 然后我们进入虫洞 这里也会到我们 这里 刨山上 那山上这里有个符文 我们上去之后赶紧 赶紧关闭 好,这里结束宝箱 那开启之后 我们再炒七八地路左边这里 下下来 好,下面这里 刚才只有极座的去解锁了这个挑战 来开启 好,这里清完怪之后拿宝箱 散落的财物 好,虎水桥这里 地图就被点亮了